世界衛生組織將9月10日定為世界預防自殺日 並將2023年的主題定為用行動創造希望 以提高全社會預防自殺的意識 在澳門人們難以與關係生疏的人談論自己的焦慮和抑鬱症狀 因為社會上仍然存在精神混亂患者的標籤 多項國際研究指出企圖自殺的人數約為自殺人數的25倍 針對這個問題當局應加強關注和重視 因為曾企圖自殺的人比從未嘗試過自殺的人更有可能自殺 就像一個案件一樣 就是一個微辣工作的一名年輕的女網紅 在首次企圖自殺後便又再次自殺 官方數字顯示直至今年的9月已錄得62宗自殺個案 而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自殺個案的數目已達15宗 而且受害者就越來越年輕 當局表示自殺與社會、經濟、家庭、人際關係和遺傳生物等因素有關 儘管相關部門已經自力地完善相關的醫療服務 但社會普遍認為專科的輪候時間仍然很長 因此請問行政長官國後 將會採取那些具體有效的措施 幫助患有肇慮、抑鬱、創傷後遺症和精神問題的人 增加對專科人力資源的投入 以及縮短衛生中心和人白著醫院的精神科、心理科 和兒童精神科悶診的輪候時間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高天師議員的有關問題 關於自殺是一個很悲痛的事 作為特區政府對有關的事是很沉重的 心情 按照這幾年的自殺率來說 我們在2022年有80宗 包括非本地居民 我們是本地居民來說是71宗 這個是比較高的 2021年我們是60宗 本地是53個 外地有6個 2020年我們是76宗 本地有65人 非本地有11人 今年1至9月 我只是去到9月的資料 我們一共是62宗 53宗是本地的 9宗是外地的 當然 這個數字來說 是一個比較高的數字 按照國際來說 有一個統計數 按照國際的統計來說 10萬人有9個 這是一個規律 10萬人的人口 每一年大概有9個自殺案 每個人有9個自殺案 我們現在是略高於這個比例 如果2022年我們是本地居民來說 去到10.5 2021年我們去到7.8 2020年我們去到9.5 正常應該是9.0 這是一個數字 我們橫向對比來說 美國14.5 它的數字是 日本是12.2 加拿大是10.45 法國是9.65 德國是8.07 澳國是7.06 內地是6.69 我們有一個橫向的對比 澳門也是偏高的 這個我們符合 但是別人這些都是國家 它是人口多 人口多的比例來說 我們這個9個人 10萬人的9個人 是按照國家的比例 包括鄉村等等這些比例 但是作為城市的比例 我拿不到你的資料 因為城市人的壓力 是大於平均值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如果他們在整個國家這個值來說 如果只是某一個城市 肯定是大幅超過這個值 因為生活太複雜 壓力太大 生活壓力又是很重 這個會造成很多的抑鬱症 很多的有關的問題會發生 如果在一個整個國家 不管你是鄉村也好 或者大小也好 什麼都是 他的拉雲席 應該是10萬人9個 這個是最新的數值 當然我們做任何事情 我們都是要拿回一個數值 澳門是否特別高呢 我們要橫向對比 所以我們用一個市 一個城市 和別人一個國家去對比 我們來說 數值上我們是比別人高 但是如果按真正的了解到 他們的城市裡面的值 我想他們一定是比我們高 這是正常的一個理解 你說我們有什麼可以防止呢 我想第一,很簡單來說 家人 真的 家人是很重要 因為很多的抑鬱也好 問題也好 一定是家人 是發現得比我們外人會早 我們幾多醫生派下去 我們幾多人派下去 我們都沒有可能 24小時一夜 都可以知道是什麼問題發生 我想第一 我在這裡呼籲我們的家人 因為這裡其中 有很多都是在讀的學生 我們澳門有很多是在讀的學生 感情上面少少問題 他又跳下來 有很多是老人家 他得了某一種病 他染眷 他又跳下來 有一部分都是生活的壓力 而造成了他又跳下來自殺 這個是我們幾個方面來說 不可以排除某一個方面 但是我想最主要是在這裡呼籲 怎樣去做 最主要都是家人 是多些體諒這一種人 體諒一致人 跳樓或者自殺 都是那一線 錯連 如果當時有人 勸導一下家人 提醒一下 或者多關照一下 可能就會 好一點 只能是這樣理解 如果我們在 你所講到 我們有些什麼 我們專科的 這個我們必須要做 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我們必須要做的 我們都有一定的比例在這裡 我們的專科醫生 等等 我們現在澳門有幾多 這一類知道的人 是有幾多 這裏我不方便再透露了 但是我們的專科醫生 我們有十名心理範疇的高級技術員 其中其他公共部門有心理治療師六人 私人執業的臨床治療師有55人 現時全澳的精神心理專業人員 一共有102人 這個就是我們現有的 你問到有幾多這方面的配套 但是 按照比例來說 我們有幾多人是這些病 真的沒有 不是掌握得那麼詳盡 有些人有這個病 他也不會跟你說 有這個傾向 他也不會跟你說 所以我再次呼籲來說 醫生我們必須要去盡責 我們各個部門等等 我們有關部門的醫生 社團、私人醫生 有發現的 他們要盡責 第二來說 再次呼籲都是家人 有家人的 多些關注他們的變化 總有一些跡象 不會說突然之間 一天就會一些跡象都沒有 他一定有些跡象 就是提醒提早去作有關的開導 我們不希望再這麼多的發生 希望這個數值可以降低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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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